在疫情之下 办奥运确实是不简单的 而我们988电台有在 大马奥林匹克委员会OCM的协助下呢 独家访问到了两位运动员 接下来就要让你们听到 他们的一个小小访谈 分别就是羽球男单李子佳 还有混双吴柳盈 他们也是今天这个开幕里的奥运骑手哦 我是吴旅云 这次代表马来西亚参加2020 东京奥运羽毛球混双项目 希望大家为我加油 这一届的奥运肯定跟以往都不一样 因为在疫情下 我们可能担心的会更多 现在奥运春也是已经 就是疫情也是开始慢慢增加了 所以除了担心自己本身的状态 我们还是要担心健康之类的 这次的目标 其实我没有给我自己定下太大的目标 先一步一步走 先在小组出赛之后再慢慢前进 当然如果是可以摸牌 当然是最好的 我是李子佳 这是代表马来西亚参加2020 东京奥运羽毛球项目 希望大家为我加油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的奥运 就是缺乏观众吧 应该那个气氛都有所不同了 就这样 这次的目标 当然是就是希望能取到好成绩 就是尽可能的去享受这个第一次的奥运会 争取到好成绩 来到梦寐以求的一个大比赛的这个舞台 当然是希望可以有好的成绩啦 就是尽全力就好咯 因为毕竟也是我第一个奥运会嘛 试着就是以一个享受的心态 就是去享受这个大舞台 不要留任何的遗憾 心情就是很期待咯 成为Fact Builder的位置 带着大马人的一个精神 一个希望去走开幕典礼 经过这两三天调整了之后 现在感觉还是不错的 而且现在奥运气氛也是越来越浓了 当着马来西亚国旗出场了 那个感觉现在就是兴奋 紧张又压力 第一次当骑手嘛 所以就难免会紧张 然后开幕仪式开始 也就意味着奥运要开始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来自压力的那个部分 加油加油加油